28日据韩梅采访结果 江丹尼尔公司KONIC的娱乐 近日聘用了一位在Cube娱乐担任重要业务的高管 据悉他已向Cube娱乐公司提交了辞呈 他的正式业务期限截止到今年7月中旬 除此之外 江丹尼尔在以solo歌手身份出道之际 左属社KONIC的娱乐已向多位业界专业人士发出了邀请 粉丝们也对此纷纷表示了期待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